很多人小的时候可能都曾经梦想过开火车 在南非就有一名男子开了一辈子的火车 就在退休之后又重新回到职场上开火车 今天的玩物壮志我们就代言去看一看 这名南非男子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开火车 一团团的蒸汽往上冲 再加上招牌式的火车笛声 这就是蒸汽火车的魅力 约翰早在1971年就开始驾驶蒸汽火车 他原本在2003年已经退休了 不过却在七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他最爱的工作岗位 他说这里的蒸汽火车头都以女性来命名 他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女性一样 只要你对他好他们也会好好对你 他说柴油火车和电动火车死气沉沉 唯有蒸汽火车的多变因素 让驾驭蒸汽火车更加充满乐趣 这个蒸汽火车头有将近70年的历史 在英国诞生 蒸汽火车最高时速只有60公里 坐上这列火车 乘客讲究的当然不是速度 现在也没法转发 你这里有机会尽快 但因为你会走快速 然后你轻易走 你能处回载车 轻易地走 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转速上 这个车会来速度快速 当你听到车车的车在动, 它会有很多种既的音乐 这些人们喜欢汇车的车车 现在是非常简单的机器 争气火车是南非旅游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嘟嘟声中看看山巒和田地不住的倒退 这就是火车旅游的乐趣 然而争气火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艺术和技术人员 与联系人员 让他们回来做一些工作 然后做一些训练的课程 让我们可以把技术人员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挑战 是技术和技术的技术 科技的进步虽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但是却始终取代不了人们心中的美好回忆 无论是对古董车迷还是对蒸汽火车的爱好者来说 这样的兴趣爱好都是一举多得 既能够获得男友的人生体验 又能够了解到很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旧时光有一种缅怀 真是让人羡慕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要重温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去浏览 要是大家有什么样的新闻线索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通过WhatsApp将照片和视频发送给我们 我们的号码是8288-8223 我是杨振华 下周一我们下见